大家好,我是乖秀山 而且这个阳线的话是小平台突破型的 是一种枪反包的 而且的话是把前面的小鸣小羊小鸣小羊将近一周多的时间 一根阳线给覆盖掉 覆盖掉的话,那么今天是给出优上心 而且带量 这个量能跟上周五基本持平 给出上了十字心 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上涨过程当中 面临的一种资金分歧 既有资金脱离盘的一个离场 又有新的资金接力 它才会呈现这样的一个技术表达 那么接下来怎么去看半导体板块指数呢? 那么从短期和中期的视角来去看 那么短期的一个视角来去看的话 那么只要说量能不缩 其实不管它是阵浪也好 或者是小阴小羊也好 只要说量能不出现快速的持续的这种缩减 那么它内部都会有这样的轮动 好,那么中期而言 看它下方这样的趋势性 就是从三千零五十一点位以来的反弹 那么这个位置整体是沿着这样的一个趋势线 向上爬升 爬升的过程当中 那么对应的这个位置是可以作为一个五分钟输 这个位置甚至可以作为一个第二个五分钟输 然后当前在走向上离开段 那么我们来看用细节 就是说对于半导体板块指数来讲 当前是沿着这样的一个趋势线向上爬升 然后量能整体来讲是有温和方大的一个迹象 所以说呢对于半导体板块呢 个人认为后面还会有反复的一个节点 但是需要防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任何的强弱判断 它都是立足于当下的 就是所有技术分析一定是立足于当下 那么后面呢主要说这个条件没有打破 例如说的震荡 阴阳交替的这样的震荡又给新高了 或者是又震荡了又给新高了又给震荡了 这样的走法 只要说保持这样的节奏 中期的角度来讲不破下方的趋势线 那么呢 不就只要满足这两个条件 下方的趋势线不破 量能不出现快速的持续的这种缩减 那么呢整个板块还会不断的轮动 那么小周期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只要说对应的保持这种单阳不破的一个节奏 或者是呢保持这样的一个运行的节律当中 这都对于半导体板块指数而言的 好那么有这个条件他是不是一直会成立呢 肯定不是这样的 什么意思呢 后面他如果说向下破了这样的趋势线怎么办呢 震荡当中破了趋势线 破了这样的趋势线 那么意味着他可能这样的一个波段的一个走法 其实从3051以来就是从10月初 现在已经10月11月底了 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的话 他已经走的是一个波段的一个走法了 波段的一个走法的话呢 当今还在延续当中 如果说后面的把这下方的趋势线给跌破了 那么整个板块要进入什么 就要进入防守的一个阶段 那么言外之意 那么在他没有还保持这样的一个洗项上的通道 通道的一个状态当中 那么对应的一个策略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合适的一个策略应该是属于 洗盘的时候或者是增大回撤的时候 主要不破站的趋势线 那么对应的挖掘板块当中的个股有低息符合 就是用一定的交易体系 买点买卖点卖去挖掘低息高波的机会点 就是呢 如果说板块又给出一根中央 或者又给出一根阳线 又靠近这样的一个向生通道的上沿节点的时候呢 就不要自己追了 不要就是不要连续的连续的这样的阳线 尤其是小高潮之后去追高 这是要不得的 但是呢 如果说连续出现这样的一个 哎两天三天四天这样的一个震荡调整 而这个调整的话 他出现的是说的小阴小阳线 小阴星小阳星的这样的整理 不破趋势线 他反而是机会 那么对应的什么情况是要防范的 如果说哎 这个位置震荡向上 持续向上 向上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一个节点是什么呢 是属于 上涨的过程当中量的没有跟上 而后的话呢 出现什么呢 出现一根 例如说我们把这做一个节奏点 后面的小阴小阳 这样的一个震荡往上 震荡往上的过程当中 量能的话呢 没有保持温和方大 而是呢 呈现一定的量能衰竭 或者量能呈现这样的缩量 而后呢 一旦又出现这样的一个中阴线 或者长阴线 出现这种强顶分破五菌 这样的话呢 即便他没有破下一个趋势线 也整体要先防 那么如果破了趋势线的话呢 那就是整个板块 从从波段的角度来讲 它是为走弱 走弱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以防范为主 所以当前的话呢 还可以挖掘轮动的机会点 后面呢 如果说有增长调整 那么挖掘个股的低息高炮的机会 那么我们再看个股的表达 例如像三光链 三光链这一支个股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咱们在前面呢 在他出现 出现这样的一个均线系统下的一类买点 30分钟下的被子一买 以及呢 日线级别的三类买点 在前面30块三毛一附近 这位置出现底分 那么对应呢 是跟踪 跟踪的话呢 一波上涨 顶分破五菌防范 又出现这样的一个强底分之际的话 实际就跟踪 那么当前的节点是什么呢 上周五一根方量 中央 方量中央过程 今天是处于这样的一个缩量优上心 缩量优上心 能够对于三光链 他的一个跟踪视角的话呢 首先 按照一定的技术方法来去观察 第一个节点 比如说呢 今天是前面出现这样的一个 靶阵的开线处理过程 他是一个强底分 强底分过程呢 以近期的底作为一个技术方程位 什么意思呢 如果说手中有的 他连五菌都不破 连这个阳线的尸体 就是周五的阳线尸体都不破 是可以作为尺骨的理由去对待的 好 那么对应的话呢 如果说后面 只要保持单阳不破的一种状态 如果破了前面地点 单阳也守住 破了前面地点 那么他是为什么呢 这个位置可以作为这样的一个顶部特征 防范什么呢 这是可以去做一个避险的一个动作 这是可以的 那么手中有的 如果这后面 这位的震荡当中后面再往上 往上的话呢 只要量的看能不能跟上 能不能保持量能不能跟上 如果说量能能够跟上 那么健康的上涨 那么沿着区间去跟 如果说呢 哎 后面的即便往上 给新高了 或者是单身的阳线 在我们现在上映件量能跟不上了 那么从高的时候呢 哎 以转卖点为主 好 这是手中有的 手中没有的话呢 那么接下来如果说持续震荡 只要保持单阳不破 单阳不破的视角的话呢 那么是不怕他调整 不怕什么呢 不怕小阴小阳的调整 只要不出现什么 只要不出现这种 哎 缓跌之后呢 再出现这样的一个长阴 长阴加速 好 就是呢 他走不是破位的方式 所以说呢 后面如果说回落在 周五的阳线半分位 或者是在 贴着五军的 节点上 其实呢 是一个黑把的作为短线的一个机会点来去看待的 这是日线的图形上没来见 那么再看五分钟 五分钟的结果 他这类个我怎么去把握呢 咱们前面 好 前面讲的一个视角是什么呢 例如说像墙底分出现过之后的他的一个回落 例如说呢 我们来看从三十四块八毛八的位置 实际上他走的只是一个一直到三十八块二毛八 这个位置他只是走的一个五分钟现在上而已 这个五分钟现在上的话呢 那么我们当前跟踪的节点就是以三十四块八毛八的位置进行跟踪即可 那么这个阶列呢 它是一个一分钟中枢 这位置只是一个五分钟的比中枢吗 一分钟中枢 它是五分钟的线段而已 五分钟现在上走的比较强 后面的话呢 当前的一个剧情是属于五分钟现在下 所以说呢 五分钟现在下的这个位置内部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一分钟中枢来去看待的 如果说呢 后面 以持续以小阴心小阳心的一个视角回撤 日线图形上面来讲可能看到的是阳线 向阳线半分位靠近或者是向五军去靠近 但是不破 在五分钟角度来讲就是五分钟的线段下 这个线段下的话呢 它的跌势比较缓 跌势比较缓的话呢 那么对应呢如果说强 连高低点的半分位都不都不接触都不破 那么呢五分钟线段下落定 如果线段下之后的话呢 对应的它反而可以找 用五分钟级别的二类买点 去把握它的机会点 或者做一个应对的视角 如果后面呢 那再往上 哎 观察它的力度 力度如果说强很好 力度如果说弱 就是这个位置呢 完全可以期待一个五分钟冲出处境 然后呢再期待向上离开段 而走出一笔上 好这是三公里 但是什么情况下就要转弱的呢 如果说这个节点呢 哎 真的走弱走弱过之后的话呢 哎再出现什么出现这样的一个 像是像下加速式的一个下跌 下跌过程的反周始终不给 就是高反周的高点不断的降低 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用单阳不破去锁而已 如果说破了前面低点 破了这样单阳的一个节点干嘛呢 可以纠错 可以呢及时的退出 所以说呢 所有的机会点 只要你不是去追高的去介入 而是按照一定方法论 一定要有一定的 纠错的机制 这也是封控 好是三光电的一个跟踪视角 后面的话 整个半导体方向的话呢 不管是板块 还是个股密切观察 量能和趋势线 好 这是三光电的一个跟踪视角 那么我们再继续往下面去看 像康强电子 那么像康强电子的话呢 咱们前面讲过可以用 它也是属于小平台突破 小平台突破的话呢 那么这类个股当前是 属于5分钟中组件 那么这类个股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一个视角是什么呢 首先五十三一百四十一百四十年均厌处于乖点处 乖点处 乖点处的话呢 那么连续多日 其实呢 连续多日它都没有跌破 十一月十一号的这一根 这一根阳线的 我们来这一根阳线中阳的 地点 就是没有跌破 还属于单阳不破的走法 单阳不破的走法 那么这类个股的话 它只要始终守得住 我们来看西端线小低点 例如说呢 十一月十九日 它的低点呢 是十五块九毛六 在十六元附近 也就是像这类狗 它只要说十六元 只要站得住 那么接下来呢 是很有可能会出中阳 或者苍阳反暴的 如果破了这个位置干嘛呢 短线的视角 短线的一个视角 如果短线超短线的维度干嘛呢 我可以先离场或者先放弃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应对方式 好 那么如果说用禅论结构来就看到 那么当前的剧情 它实际上就属于 可以把它作为五分钟中枢组建的一个过程 那么后面期待相当离开段 如果破了前面这个 以前面前面这个低点做一个方式位 如果这个位置始终不破 是可以期待相当离开段的 当然再根据它的力度去比较 好如果说呢 破了前面低点走弱了 那么呢 破了前面低点就是十六元的位置破了 站不上来 那么其实的离场就短线来讲 其实的离场纠错 即可 好 这是康强电子 当然了像这一支个股的话呢 对应的 前面呢 甚至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五分钟中枢延伸 延伸 甚至可以延伸升级为三分钟枢 这个位置的话呢 回落下来 甚至呢 它是一个三分钟线转下 这个位置甚至可以作为一个 三十分钟级别的 这样的一个山内买点来进行看待 结果呢 从十三块六毛六的位置 作为一个观察点的话 它是属于 五分钟中枢延伸 可以升级为三分钟中枢 人的这个位置呢 是一个三十分钟线转下 好 当前的话呢 这个节点呢 甚至是可以把它作为三十分钟级别三点买点 好 不拍出呢 再组建第二个中枢 当然了这个节点呢 它是三十现在下 三十现在上 就是它的 这是三十分钟的一个图形来进行跟踪 好 这是康强电子 那么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就是用单阳不破的思想 十六元支撑 破了 纠错 不破 手 后面呢 如果说上涨 看到力度 力度如果说量能能够最好什么 最好是能够量 如果反弹的时候呢 能够带有力度的给连续的中央 或者是能够出现这样的量能量能能够和前面持平 甚至能够突破前面量能 那么它的一个趋势 它的一个涨幅就能够就能够空间就能打开 如果说到后面 哎 上涨了 但是呢 量能始终 和前面相比较来讲始终跟不上 量能跟不上 然后的话呢 上涨的过程当中又出现频繁的上引线呀 或者是出现在的一个力度明显衰竭 那么呢 建好就收 好 这是康强链子 那么像这类个股的话呢 本身它是有一定的异己支撑的 然而技术层面来讲的话呢 当前 下方有支撑 我们来 只是用支撑的节点来去跟即可 那么看集结微电 集结微电的话呢 咱们在前面的视频当中有过讲解 讲解什么呢 首先它作为收敛三角的突破 在突破之际呢 如果说尝试在突破之际 你想尝试是可以尝试的 但是呢 一旦给出这样的一个长洋 给出这样的一个 一根十几个点的上涨之后呢 肯定是不能去追的 那么像当前这个回撤的话呢 从上周五的上沿线 加上今天的一个调整 带量 后面的话呢 其实如果这个位置能够能够给出什么呢 小阴小阳星的或者小阴小阳星的 这样调整不破下方的平台 不破下方平台的话呢 如果说内部可以用更小级别 用五分钟的一个 用五分钟级别来去观察 如果说呢 从日线的位置上面来讲 如果靠近这个阳阳线尸体的半分位 或者靠近五军 都可以作为观察点 结合五分钟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就观察五分钟线转下 五分钟线转下的话呢 那么回落 对应的不破下方的平台 其实是存在一定的短线的 低息的机会点 那么它的级别是什么呢 是属于三十分钟级别的次三买 五分钟级别的三连买点 用正的视角去跟 好这是积极微变 那么对应的像这类个股的话呢 如果说后面呢 也给出五分钟线转下了 然后呢也是属于靠近五军了 下方这样的平台也不破 你作为用低息的一个视角 哎有接入接入过中的后面 墙给出反包 那么建豪就收 短线的视角去应对吗 如果说弱 什么情况下是要纠错呢 因为下方这个位置呢 作为收敛三角形突破来讲 生意的生意 它是一个支撑区域 支撑区域里如果说 你短线的一个视角来讲 熟 上周五的这个阳线实体即可 就说你一定要有标准 有原则不能 什么都模拟两可 就说你在交易之前 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视角 好 就那你如果说你低息的方式 例如说靠近 靠近五军 或者靠近阳线的半分位附近 低息的视角 后面的走强的话呢 那是把我指引建豪就收的 如果走弱的话呢 那么破阳线的上周五的 这个阳线实体气壤的部分 一旦呢破位 那么对应的话呢 就可以进行短线 超短线的角度来讲 就可以先进行离场 或者先进行纠错 其实呢后面不代表说它就走坏了 其实从这些个股来讲 一根冲高过之后 后面震一震 震一震的话呢 它只要补破下方这样的平台 不过这个平台过之后呢 突破之后回踩 回踩之后呢 不排除再一次向上攻 这是它的一个传统视觉下的一种跟踪 或者一种分析视角 这是交易的时候呢 要有一个趋势 好 这是节节微电 那么如果说用 禅论结构的一个维度来看的话呢 那么下方 它是可以作为一个五分钟中输延伸 升级为三分钟输 那么当前的话呢 它就属于走的 就属于可以把它作为 这位置五分钟一比下一比上一比下 它甚至连五分钟的线段下还没有 我们来看它有没有跌破前面这位的地点 好跌破 那么它是属于五分钟线段下 五分钟线段下的话呢 那么对右呢 线段下不破下方大的平台 它对右就属于三十分钟赤产 买五分钟级别的买点 就这个位置呢 回落 靠近五军不破 就是在上路阳线半个月附近 是可以用短线的视角去跟了 后面见好就收 不好就跑 好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太极实验 好 那么太极实验呢 这样的个股的一个表达 它的跟踪视角的 咱们前面在这个位置啊 就讲到用当时 还是在讲解交易超股 108个系列当中的军业系统 当时呢 把它这位作为军业系统下的一类买点 跟它未来涨跌无关 当下呢 是可判断的 不管是 进入到南商位之后的第一位 然后呢第二次这样的缠绕 然后呢再将底背离 只不过当前呢 无形当中 慢慢悠悠的已经开始 进入到强区当中 什么叫进入强区呢 前面只是站着超低反弹 在超低反弹之际 它就在140内军下方 那么当前的话呢 对这个个股来讲 一 MSD来讲已经 金刹已经上零轴了 这是一个视角 而近期的话呢 量能是稍有表现 持余线的话呢 还需要继续观察 实际上的话呢价格上的140内军线 那么像太极实业之类个股 跟踪数据的话呢 很简单 低点和低点相连 做成它的一个趋势之声 只要说此趋势之声不破 那么呢 都可以作为跟踪的视角 或者作为 观察的一个依据 那么有回落 对用的 例如说呢 只要站稳140内军线 贴着140内军线 后面就是小 小阴线也好 小阴线小阳线也好 回落 在140内军线附近 就是8块5附近 其实是可以作为机会点 作为买点去对待的 如果后面破了这个趋势线干嘛呢 及时的 纠错走人 及时的立场 后面如果说持续走强 看看它走强的方式 如果说呢 是属于量价提升的 价格上涨 量能也能够温和放量 然而沿着五军线的爬升五军不破 可以上去跟 如果破了趋势线的话呢 那就做了 纠错 如此而已 好 这是太极实业 那么日开来讲 它才属于日线一笔上的延续当中 三种线线上的延续当中 如果说用五分钟的一个维度 来进观察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用残忍结构 我们来看 如果说用五分钟的视角的话呢 它是属于 从七块七毛八 它实际的话 是给出的是五分钟的中枢延伸 五分钟中枢延伸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好 这是一个五分钟枢 五分钟的延伸 好 那么回撤的话呢 只要不破前面五分钟上延 回了下来 带有抵抗式的下跌 实际上可以做五分钟 就三点买点 就这一只狗的是 有比较高的概率 是突破前面高点的 好 这是台积实验 好 那么我们再继续往下面去讲 像斯兰威和利安威 斯兰威的话呢 我看有粉丝留言 这一只狗咱们前面是 对它的态度 主观态度的给大家清楚 就是高速不胜寒 因为调整不算充分 而且呢前面这样的一个涨幅巨大 只不过呢 它作为曾经的前面的半导力方向的趋势 是龙头之一 有一定的人气 有一定的光环在 但是呢 从它的位置来讲 个人认为呢 它并不具备优势 不具备优势呢 主要是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主要体现在这个位置 即便向上 它的空间 个人呢 并不 并不 它的持育性 它的空间 并不值得期待 不值得期待的一个因素是什么呢 因为前面呢 刚刚经过一波轰轰烈烈的这样的一个主声 这样的主声走完过 做到那么对应的 这个位置 即便再往上 一 如果说不能突破前面高点 它就属于 日线的大二卖 如果即便能够突破前面高点的话 那么它也是先端上 发生这样的一个大先端上 发生这样的一个背词结构 必然是找卖点的 所以说呢 这是咱们前面对它的一个主观上的一个态度 那么从技术表达上面来讲呢 这就跟这类个五呢 当前它是低点和低点向连趋势线 趋势线前面的向下跌 趋势线的还没有真正的破位 接下来呢 守着趋势线即可 如果说手中有的时候趋势线走不破 还可以守一守 如果说呢破了 那么就是转身离去 不要纠结 好 那么如果这类个五呢 如果说没有的 接下来呢 它其实呢 很多时候才是一个驱舍问题啊 从策略层面来讲 驱舍问题 后面即便它能够走强 能够持续上涨 那么以它当前的位置来讲 个人认为呢 如果是自己的话 自己也不会选择它 好 这是四两位 只不过呢 手中有的 如果说呢 有的朋友自己可能主观上面更看好一些 或者是 已经手中有了 或者是前面的话呢 有追高的 或者是前面有这样的那个低吸的 你只要有一个 纪律的防守位 那么呢 从传统视角来讲 这个位置就是趋势线嘛 低点和低点相连 趋势线不破 还可以守一守 那么上方前高 可以作为一个简单的 技术层面的一个 承压的一个节点 好 这是四两位的一个态度 如果都破了趋势线的话呢 那尽可能的要以避险为主了 好 那么再看像立安威 立安威呢 我看到有粉丝留言说呢 自己这段时间交易节奏把握的一塌糊涂 总是 就比较着急 着急过之后的话呢 要么就属于过于 过度的自卑起来 就是不自信 以至于那犹豫 要么就属于 心态也搞崩了 那么像立安威这一支个股的一个 表达 怎么去解读呢 首先我们来看 这一支个股指 咱们前面记得点评过 点评的几点的话呢 首先 在这个不同的区间 它有不同的一个观察视角 什么视角呢 例如说在这样的几年 收敛三角 同时一百四十年军业之上 手的话呢 手一百四十年军业即可 一百四十年不破 就可以作为刺骨的理由 或者作为 作为跟踪的一个视角 它可以 因为在这个区间 它是没方向的 没方向的话呢 也可以把它作为 从三十 从九十二块三的位置 可以把它作为中枢的主件 或者是中枢延伸中枢主件 期待向上离开断 但是呢 手手一百四十年军业即可 或者手这样哪个下方的趋势 自身线破了 离场纠错 不破的话呢 但是任何的机会点 你只要不是大洋之后去追 如果说你的习惯还没有改变的话呢 其实修缠的可能也帮不了你 为什么呢 有的朋友呢 习惯性的是属于大洋线之后去追高 大洋线之后去追 而咱们讲的话 不管是用残忍视角 还是用群线系统下的 都是所有的买点 一定是下跌过程当中的低吸 只不过呢 低吸的方式不一样 有的是呢 不同的基点 突破之后的回踩 这是也是以回踩的方式 找机会点 找买点的 只不过的顶多需要一个底分 或需要底背离 或需要一定的背词来去确认而已 好 那么对应的话 像这是前面这个节点 那么这位的向上 只要走出离开段回落 回落的话 他只要不破前面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对应呢 他就属于 周围的4K把它作为一个 30分钟级别三点买点来去追待的 因为他已经给出这样的一个 呃 强底分了 强底分出现过之后的话呢 那么像利昂这类个股 哎问题来了 像昨天像上周五给出一根 嗯 给出这一根中央 好 那么上周五的话呢 给出一根中央 苍阳 那么今天的话呢 继续往上 相过的率比较近 连续两天呢 有带量 那么这类个股还有没有机会点呢 很简单 对待这类个股的一根中央世界 他在五分钟 他角度来讲只是一个线段上而已 好 用五分钟的一个维度来讲的话呢 他只是五分钟的一个线段上的走法 这个位置呢 他连五分钟中枢都没有组件 只能作为一个一分钟中枢 一分钟中枢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一个节点 是什么呢 那么像这类个股的一个表达 首先 当前的一个剧情的话呢 首先前面前提是一个不重要的观察点 什么意思呢 像上一定不能去追 像上的话呢 他还是完成五分钟的线段上的结构 线段上的走法 后面的话呢 必然会有线段下对应 如果五分钟线段下的话呢 有内部有一分钟的中枢 或者是线段下 很明显的小一小阳的方式 而没有出现中阴长阴 就是下跌的力度是有抵抗的 然后的话呢 潜力不破 用五分钟级别的二来买点想去跟 可以去跟 就是像指 就是知道 一根阳线两根阳线 看到内部结构 而已 内部结构的就是五分钟线段上 后面的话 他对应的是五分钟线段下 如果说呢 他想要走强 会怎么走呢 如果说像这类个股 他想要进一步走强 他必然会 组建五分钟的中枢 就是如果说后面呢 只是做推演啊 第一 这个节点的话 五分钟线段上 五分钟线段下 五分钟线段上 线段下 逐渐这样的五分钟中枢 然后呢 再向那走离开段 而且离开段的话呢 如果说力度和前面相比的更强 他再容易走强 能够走趋势 如果说是后面的向上 离开段走的弱一点 那么呢 防范的是五分钟 盘整上发生背驰 浅高临近 不突破 或者是即便突破内部有背驰 那么呢 对应的 又属于 新的更高级别的二类卖点 或者是更高级别的一类卖点 如果是有背驰的话 好 这是一种视角 如果说这个位置呢 还震荡冲高过之后呢 他连五分钟的中枢 逐渐 都不能 而且是不断的给心低的 那么防范什么 防范就属于这样的一个 建光史或者建好去收 那么对他的一个剧情来讲的话呢 对应了他的一个节点 从结果上面来讲 因为你错过了 错过了像前面这样的一个 连续两天的站在冲 冲高过之后 后面的话呢 只等一个五分钟先转下回落而已 五分钟先转下回落 后面呢 要么强 销上给新高 如果弱先转上的话呢 走的比较弱中枢组件 那么短线世界下的低级高炮 如果再弱一点 破了前面低点 那就纠错了 那么 这是一个五分钟级别的一个机会点 去跟了 如果说后面这个位置呢 震荡当中五分钟 还是属于五分钟 先转上的一个延续 走的只是一分钟的中枢组件 那么再往上对应的话呢 这是一个五 这个位置可以作为一个三分钟枢 那么这个节点呢 可以不排除组件第二三分钟枢 如果像这样 只能了错过机会点 就是不给你好的买点 怎么办呢 再一次给出这样的一个小阴小阳的下跌 不破前低 把握他的一个机会点 再就跟 如此而已 好 那么我们来看啊 例如说用五分钟的一个视角来进行观察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前面的话呢 例如从92块3的位置前面这个节点 他是可以作为五分钟枢延伸升 升级为三分钟枢 升级为三分钟枢 过之后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一个剧情 是属于什么呢 这次走的是三十分钟向上离开段 三十分钟向上离开段 这是一个三十分钟枢 这个位置呢是一个五分钟枢 这个位置呢是日线的一笔下 三十分钟的线段下 五分钟也是大的线段下 好 当时走的只是五分钟的一个线段的组件当中 他连五分钟枢都没组件 所以从来这样的个股 回落的话呢 只要不破前面低点 还是会存在一些短线的机会点的 现在向上的话呢 就不好去追 因为呢持续性来讲 整个 持续性来讲还是追高 还是有极大的风险 好 这是利昂威的一个态度 就是呢跟踪的视角 就是你第一 从技术表达上面来讲 这个位置个人认为呢 他的结构还未完成 结构未完成的话呢 那么对应呢 他只要说后面 只要说任何的回落 只要不破前面低点 他都有可能 最少的话呢 有一个N型结构 就是有一个线段上的表达 如果说给出这样两个五分钟 如果说走的比较强 一分钟呢 走出类型 五分钟呢 现在持续的延伸 持续延伸的话呢 那么和前面高相比较来讲 后面的话呢 大概的还是会组建这样的一个 第二个中枢来去看待 就是呢 总能等到合适的 某级别某类型的这样的买点出现 只不过呢 出现的位置到时候呢 是不是自己能要的 是不是自己可参与的 好 这是利昂威 那么讲到这个地方呢 再给他做一个 总结 总结什么呢 在交易当中的话呢 其实还是一定要保持平常心 不要为了交易而交易 也不要为了 也不要 也不要过于频繁的去陷入交易当中 什么意思呢 还是养成一定的思维习惯 咱们前面的讲复盘三部曲里面 讲到什么呢 尤其是跟踪 例如说呢 持股三两只 重点跟踪 八九只 然后的话呢 背选 观察二三十只 其实这个的话呢 可能适合大多数散户吧 对于粉丝朋友来讲 看适不适合你 就是呢 不要每天 一看到有什么板块涨停潮了 以什么个股涨停了自己呢 就感觉到自己错失一个亿 一定 如果说你把自己手里面持有的股票都不能很精细的很负责的一次又一次的把它给及时的应对认为负责的态度 那么呢 你把握再多的板块 再多的个股 最终的话呢 一定是 行情好的时候赚点小钱 行情不好的时候呢 一定是一套套一把 一套套一把 好 这是咱们讲的内容 所以说呢 还是严格的按照一定的方法 然后呢 交易之前 它是不是买点 是什么级别 什么类型的买点 然后的话呢 自己的总体的仓位 合不合理 如果说呢 讲卖出的时候 它是符合什么级别 什么类型的卖点 反过来也是一样的 好 这是咱们今天讲的内容 只作为技术交流经验分享 不作为美味依据 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好 再见